我們是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 然後是有一群新年的醫學生還有年輕醫師組成的團體 那我們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想要要求將醫學生納入勞保適用的範圍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其實醫學生雖然是名義上是學生身份 但是其實我們在工作性質上 工時非常長 一週至少80小時起跳 那也會遇到很多的職業災害的風險 例如像是掙扎或是過勞等等的問題 但在目前的制度底下並沒有一個系統性的保障 就全面性的保障去保護這個醫學生的權益 那這樣的話醫學生的權益沒有保障的話 病人的權益有可能會受損 實習醫生是醫院裡面不可或缺的勞動來源 雖然我們日常工作中的工作是有實習的性質 但是我們領取非常低的生活經貼跟值班費 那在此我想稍微解釋一下值班是什麼意思 像我們一般平常白天的時候七點上班 然後可能五點多下班 所謂值班的意思就是 在我們五點下班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在醫院裡面待命 然後等到隔天的七點再次上班的時候 才算是一般值班 那在值班的時候我們會領取值班費 那平均大概是300到500元 那這可以發現說 這個500塊除以我們值班的時數 大概是12到14個小時 其實是非常非常低廉的 除以下來時薪大概是30到40塊之間 但是我們必須承擔醫院裡面非常多必要例行的勞務工作 像是熬夜值班 病史詢問 裝新電圖 抽血診查 換藥等等 所以但是這樣子 儘管如此 實習醫學生跟醫院之間的雇傭關係一直沒有被承認 各個教學醫院因為規避 不承認雇傭關係 所以不幫我們投保 勞保跟健保 因為這樣子 每年替醫院省下3000多萬的勞健保費用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非常簡單的算式可以給大家參考 我們生活津貼加上值班費 平均每個月 實習醫學生可以領到大約2萬元左右的收入 那我們可以看到勞保的部分 2萬元乘以8.5% 就是勞保所要負擔 那其中的70%是雇主所要負擔的勞保額 這樣子乘下來大概是1,196元 那健保所負擔額大概是1,007元 所以這樣子每年平均有1,200位醫學生進入職場 這樣子我們乘下來以後 1,196元加上1,007元 乘以12個月 然後乘以1,200位醫學生 大概就等於是3,000多萬元 所以醫院他沒有承認我們的雇傭關係 藉此規避勞健保的投保 他可以省下3,000多萬 那我在此再重新整理並重申 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所提出的兩點訴求 第一點 現今實習醫學生從事勞動工作 但沒有納入勞基法 工時薪資離譜 這是否得當 希望主管機關還有各個教學醫院審慎的考量 第二 我們希望要求勞動部盡快呼應 盡快呼應醫療小組的請求 包括我們的行文 以及我們今天的訴求 讓各個醫院各個教學醫院 替實習醫學生納勞保與健保 要考去學習 教本 學習